當然,我們在未來三月二十五號 晚上,我會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究竟你收到值支offer之後 去不去同一派位好呢? 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三月二號 來到三月份,應該是一些升中 自行階段放榜的一些月份 大家都越來越緊張了 有些同學已經收到值支offer 最頭痛的是,如果收到值支offer 會不會不能去同一派位 收到值支offer,而這個值支offer 又不是這麼心疑的時候 究竟我有什麼可以做呢? 甚至已經開始擔心 究竟在自行面試階段的時候 面試做得好不好? 因為始終在這兩年,疫情的關係 網上的面試,拍片的面試,實體的面試 每一樣不同的可能性都會發生 而小朋友究竟可以準備到多少的可能性呢? 個人,郭Sir會覺得 其實拍片再上傳上去 限時做面試的資料搜集 是一個難度最高 亦最能考到學生的一些能力的測試 始終在一個面試,無論實體也好 網上也好,有很多東西都能夠訓練 或者用一些公式去配合到 令到你的實力有所提升 但是,要去做一個拍片的準備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哪怕你真的貼中了的題目也好 來到需要,即時拍片 然後立即放上網 給學校立即去看 看看你的能力 看看你的應變 看看你的短時間 在限時之內做一個準備 究竟做得好不好 郭Sir想說的不是這些 最想大家了解的 其實是 現在我收到直資的領域 究竟是否不能再去同一派位 始終我收到一個直資領域的時候 可能這間直資學校 未必是我最心儀的學校 在專津學校的眾多選擇裡面 仍然有一些我很想去的學校 又在我自己的區 但我接駁了,又可能會接駁不到 但不接駁,我又覺得好像錯失了機會 而另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我是否一定要簽 那張放棄統一派位的聲明書 而簽了之後 是否真的不可以去同一派位 坊間有很多說法 郭Sir也在接下來的時間 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可以怎樣做 而且這個方法 不是一些秘訣 或是一些秘技 是所有人都知道 而教局也告訴你 很多人就說 我自己去問一下教育局方面 大家去問 可能他們 局方也未必可以 閱讀所有文件 或者很了解所有的詳情 但當我們拿回官方文件出來 看一次的時候 根本就不難理解 甚至你可以拿中文版和英文版 一起出來對照一下 你就會完全理解它 完全的意思 究竟是在說什麼 以及給你一些什麼 去做的 當然 我們在未來 3月25日 晚上 我就會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究竟 你收到值支offer之後 去不去同一派位好呢 又或者 我沒有offer了 究竟未來選學校怎樣做好呢 最重要 其實未與籌謀是最需要的 未來一些日子 大家可以預約郭Sir 選一些聲鐘的諮詢服務 郭Sir可以給你多一些意見 和你一起選一些學校 合適小朋友 其實在選學校的過程中 最重要是對小朋友 而不是入一些大家所謂的名校 所以大家不要想著 一邊去選一間名校給自己去讀 而是去選一間合適小朋友 或者小朋友已經有深水的學校 應該尊重他的意願 郭Sir今天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題目 又或者對未來的講座有興趣 不妨留言給郭Sir Like我的影片 Share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打算報名的朋友可以在Facebook下面留言 我們就會有同事盡快回覆你 告訴你你的留位已經確認了 要留位的盡快 到時見